大家好 今天是我们飞盘奇门训练营的 这个 昇华片的第四讲 那么在这一讲我们要来说的是 奇门总断心法 那么奇门这个飞盘奇门预测的各种基础知识 还有这个运用技法 那么现在已经基本都讲完了 那么在接下来的这样两节课程里面 我们就要就这些内容 做一个比较系统的完善补充还有总结 那么我就称它为总断心法 那么在这样一个课程 那个总断心法呢 我们会分为这个上下两个篇章来说 今天说的是总断心法上 那么在今天的课程呢 主要就是来完善跟补充 我们这个奇门的战断要点 以及对一些细节方面 那么要进行一些 这个进一步的讲解跟发挥 这些都是我们这个 奇门前辈们的 可以说是宝贵的经验 和一些秘传的心法 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领会 然后可以做到这个融会贯通 再举一反三 我们今天的课程啊 将分为这个九大点来说 那么第一要说的是战法大纲 那么对于我们这个之前课程的学习啊 我们知道 飞盘骑门正统的这个绽断方法 看一下 是以阴阳五行为指导 以内向 内向用神为核心啊 那么也就是说 在阴阳五行原则的指导下 在纵向风云的盘局中 我们来取准用神 然后 然后啊 再对所选取的用神进行横向 还有这个纵向的分析 另外注意点啊 凡是用神望向的则有啊 用神死求则无 那么另外一点就是 以身负我 就是这个有益啊 那么以客卸我 则为有损 那么这个呢 是我们啊 是我们这个旗门斩断的 可以说是总原则啊 那么大家也知道 其实 在我们这个旗门预测的结果 不外乎啊 就是急凶两点 那么对于我们这个啊 这个急凶两点的判断呢 不外乎 就是深刻二字啊 那么我们也知道 急凶的变化啊 急凶的变化 可以说 可以说 又在于旺衰 那么可以说 这些内容都是非常重要的 嗯 一般情况下来说啊 我们 以 这个 生我 为急 那么 以这个 以 以这个 克我为凶 克我为凶 那么 还要注意的一点是啊 嗯 以生我为急 那么就是说 嗯 虽然说啊 这个 以 他是这个凶门 或者是凶神 来生我 那么也为急啊 那么 克我为凶 那么就算是 即便是 急门 或者是急神 克我 也为凶 那么这点 大家要注意啊 嗯 另外呢 我们要看啊 这个 生和我的啊 生和我的到底是 这个怎样的 这个八门九神 啊 我们来看 他具体代表的是 怎样的事类 那么也可以说 啊 这样的 这个 呃 这个 所代表的这样的事类 这样的事情 对我是有益的啊 那么 克冲我为凶 啊 那么我们要看 具体他所带的是 怎样的八门九神 啊 那么 代表什么样的事情 也可以说啊 这样的事情 对我是有害的 那么另外还要看 他到底是 有气啊 还是无气 那么 我们来定 急凶的程度 还有变化 那么这个也是 非常关键的啊 所以古人有说 祸福 攸关于局向变通 洞察机为 急凶 不离于五行 深刻 金言衰旺 用神旺向 势必 亨通 主向修求 礼当仇闷 啊 那么 可以说 这样一句话 啊 可以说是对我们 这个 嗯 这个 呃 奇门预测啊 以及各种 异战 这个各种异战的 呃 比较 比较经典啊 这个比较 惊要的高度概括 那么 我们可以说啊 总之 我们对于我们用神的选取 要记住 啊 我们要念念不忘五处 然后啊 我们对于用神的分析 我们对于用神的分析 要做到 刻刻不离五行 那么 这样做的话呢 啊 我们要以 这个五行 要以深刻为本啊 深刻呢 又要以旺衰为权 我们如果说啊 这个断局的时候 坚持以这样的一种方法 来进行分析试盘 判断吉凶 可以说呢 十有八九 是不会错的 啊 即使偶尔失灵 那么 也不会相差的太远 这个 就是我们所说的 战法的大致纲领啊 做了一个 这样子一个概括 那么 第二个 要讲的 第二个要讲的 就是 前后始终啊 那么这 这四个字 大家应该也会比较熟悉 嗯 对于一件事情的 这个前后始终 啊 一般情况下 我们都是以三蚁来定的 要记住啊 不管问什么事情 三蚁 其实它都可以代表这件事情的发展经过 那么之前在这个三蚁章中啊 花了很大的篇幅来讲这些内容 啊 这个天蚁 为初传 就是啊 士之初 太蚁为中传 也就是士之中啊 地蚁为末传 就是士之末 这样子 天蚁 太蚁 地蚁啊 我们称之为三蚁 那么 嗯 啊 我们这个断法 就是 要看我们三蚁 这个三蚁公围的门神性质和食隔己胸 并与食肝生命 风生客 定己胸 啊 嗯 古人有说 干之己胸 干之己胸 随生客而变 门之 门之己胸随事类而迁 啊 那么比如说 呃 这个 如果说有一个局 那么 嗯 三蚁啊 如果说 太蚁 太蚁如果这个 呃 遇到的是鬼谣 呃 这个天蚁啊 天蚁遇到的是鬼谣 太蚁啊 遇到的是这个 带的是父母谣 那么地带的是 七彩啊 那么如果是这样子一个局的话 那么 呃 我们 呃 可以进行这个 呃 进行这个简单的 判断的话呢 我们可以说这件事情 啊 先有不顺 啊 因为鬼谣是克制自己的啊 先有不顺 然后 啊 然后碰到了父母谣 那么会升福帮助于我啊 那么中间呢就会有 这个有助啊 而最后有德啊 因为是七彩 那么这样子简单的一个分析啊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嗯 嗯 我们 然后呢 可以看啊 这个 他跟生命的深刻关系 啊 与本命的这个深刻关系 那么来仔细的判断 其实我们如果说啊 把这样子的一种方法 那么 将它熟悉之后啊 弄明白以后呢 我们天使地利 人士啊 虚实 迟速等等 这样子的信息 都可以从局中看出来了 嗯 大致的方法呢 就是这个样子啊 那么至于其他的一些变化呢 那么要看我们个人怎么样去 这个使用跟发挥 啊 总而言之 我们要啊 以这个主刻来定比我双方 然后啊 要以这个三仪 啊 以三仪 来看 这个前后始终啊 那么具体的事件呢 啊 我们要以用神来断 然后 嗯 具体的吉凶呢 我们以用神跟生命之间 这个比较来看啊 那么各种变化 啊 各种这个刻印 那么以这个格局来定 以格局来定 啊 嗯 那么如果说 如果说这个对方前来预测 嗯 对方前来预测啊 但是他又没有什么啊 没有什么这个特别具体的事情的话 如果说是这样子的一种预测啊 那么我们就是可以说是要看这个人的整体情况 还有一些运气了 那这个时候的这个吉凶情形啊 全部 记住啊 全部都在三仪 四公 这个啊 可以说的三仪 公都会体现出来 那么一般只要分析好了五处就是可以了啊 但是如果说啊 但是如果说啊 有人来预测 他是专门为了我件事情而沾的话 如果是这样子一种预测的话 那么我们就按照类像法啊 选取专门的用神 然后以这个用神为主来判断啊 没有必要再全部距离于这个三仪了 那么这个是我所说的啊 这个前后始终这样一点 第三点啊 要讲的是 一个人测多种事 那么该如何来测呢 那么如果同一个局 对方问了很多事情啊 这样的取用原则是什么 也就是说 我们不用再距离于五处啊 我们要舍去三仪 然后到盘中去 这个啊 这个呃 就是盘中其他的一些公位去寻找相应的用神来断 啊 为什么那么说啊 那么比如说 这个有人来求测啊 他来求测 那么他寄问这个啊 财运怎么样啊 用问感情如何 用问身体的这个某种疾病如何 那么 大家知道啊 如果说 呃 一个一个盘局测很多种事情的话啊 那么每一件事情都入局的可能性非常非常之小 那么如果这样的情况 我们就到盘中去寻找啊 那个呃 首先啊 这个人如果说他问求财啊 我们可以到盘中去寻找 财窑或者是生门 那么看看啊 如果财窑跟生门不是空王 跟命宫又有生和的啊 那么可以说求财必得 否则啊 否则就没戏了 那么同样一个盘中啊 这个他除了财窑又 这个除了财运啊 又有问到感情如何 那么我们再接着看啊 嗯 看这个六合啊 还有修门 这些所代表感情的这样些用神 他如果不空王 如果跟这个命宫还是有生和的话 啊 也可以说他的姻缘还是不错的啊 否则也是难成的 那么嗯 问到疾病呢 我们可以再接着看 局中天瑞 白虎等这样子信息啊 如果妄想 又来克制这个命宫的话呢 这个嗯 这个也许病的就会比较厉害啊 那么如果说 这个天瑞白虎等 这样信息 无弃啊 或者是这个 嗯 这个啊 如果说无弃啊 那么 呃 这个虽然是 这个又来升幅命宫的话 可以说问题也不会特别大 啊 那么问其他的事情 也是按照这样的一种 一种方法 啊 这样的一种方法来进行推断 那么这个呢 是对啊 一个局来应对 多种事情啊 一人占多事的这样子一种 一种占端思路 好 那么大家这个要注意 那么说了啊 这个 嗯 一人占多事之后呢 啊 还有一点也是 也是非常重要的 也就是说 呃 一个局 占多个人 如果碰到这样子情况 我们应该 啊 我们又应该如何来进行占端呢 呃 如果说啊 在同一个时程里面 有好几个人来预测 那么我们之前讲过了啊 我们虽然可以 让他们 这个 呃 各自选取 呃 这个战时来进行起局 啊 用战时进行起局 是一种方法 另外一种方法呢 我们也可以用 本时同一个局啊 可以用同一个局来断的 具体方法 就是说我们可以啊 可以不再拘泥于三矣 全然 以用神 与本命为主 啊 那么我们来举例子 嗯 如果说 依然是问财运啊 那么凡事被 本命 啊 我这个打出来 凡事 本命 被生猛 才要所深刻的啊 那么一般可以说是 这个求财可得啊 如果说被泄号的话呢 就是难求了啊 那么在以 嗯 这个本命宫中啊 在以本命宫中 嗯 他所带的这个 门或者是神 来来断具体的事情 啊 如果说 本命 得即神 即门啊 这个 如果说本命得即门即神啊 再成妄想之气的话 那么可以说啊 这个主 嗯 有这个尽财喜庆 这样子比较吉利的事情啊 那么 呃 如果说本命 相反 那么比如说入目啊 那么入目就会代表 嗯 会比较这个婚会啊 沉沦 那么非病 这个非困疾病啊 那么如果说 又入这个本命空亡的话 那么 这个可以说百事不成啊 如果说带死门 有死丧啊 带伤门有伤病 这个金门有口舌辞送啊 颈门会有一些 嗯 这个闻性血光之灾啊 那如果度门的话会有优移啊 开门会 这个呃 主这个建柜啊 修门 这个也是代表游戏 升门呢 是有才 那么这样子取向的一些东西呢 这里就不多说了 那么 呃 你就说啊 凡是本命落宫望向有气的啊 凡 本命落宫望向有气的话 这样子就以极端啊 如果说 本命落宫 修求无气的话啊 要以极端 这个啊 是我们一个局来应付多个人的这样子一种 这个运用方法 嗯 好 那么我们在说完了这个呃 之前的这样四点之后 我们要来看一下 要说第五点啊 沾整体 这个整体运气 以及六轻情况 嗯 嗯 那如果说啊 我们来沾整体的运气 要注意啊 我们要以这个 三以十干五处为主 分别进行判断 啊 那么我们这个 占各个六轻的这个急凶状况等啊 那么 啊 那么这是这个啊 也是分别取六轻的用神 啊 来进行 来进行判断 凡事望向 凡事望向 然后呈吉门吉神的话 可以说 是比较平安的啊 如果说呈凶门凶神的 就可能是有灾 啊 那么 嗯 嗯 最记得呢是 空亡入木啊 那么这个也要注意一点 如果说呃我们 我们看到这个呃 父母或者是祖父母 空亡无弃 那么呃 这说明可能是 啊 这个 早就去世了 啊 或者说 或者说不久将要去世 或者说缘分不生啊 那么同样的 如果说兄弟七才等这样子的一些信息 如果空亡无弃的话 那么就是啊 可以说他可能根本就没有兄弟姐妹啊 那么或者说啊 这个这个呃七才空亡 那么可能他还没有 还没有结婚啊 或者说 或者说这个 不久就会有灾患等啊 那么如果说子孙空亡武器的话呢 呃 就有可能这个子孙 这个子息方面比较难得 啊 其他的六青 这个粘法也是这个样子 啊 依次类推 那么在我们的六青章啊 说的非常多的这方面内容 呃 这里就不需要重复了 只是大家要注意啊 用这样子的一种方法来进行粘断就可以 第六个要说的啊 是 站 本年 本月 本日本时 啊 凡是预测 本年 这个本年内的急凶状况 或者说啊 预测本月啊 如何本日如何 本本时如何啊 尖断这样子的这个急凶 我们就以 我们就以起局时的啊 时空四柱 上面的四个天干为用神 啊 那么 比如说 呃 如果说是问啊 本年急凶的 我们 取岁干啊 如果说问本月急凶的就是取月干啊 问本日急凶取日干 去本 呃那个问本时急凶就取时干 那么还要注意一点就是 都以天盘干为准啊 这些信息都以天盘干为准 那么看他们 看这些 这个啊 看这个 看这些内容 与本这个与本命公位的深刻冲合 啊 来看世纪世凶 看他们 嗯 这个啊 带的是什么门 什么绳啊 或者是来生 或者是来克 那么我们就来断 具体的事情 啊 再看 那么 带的是什么六亲 那么有可能就与 这种六亲有关系啊 那么一般 一般 还要注意一点就是 当 我们的这个 四肝啊 当我们的这个四肝 来 来克命 或者是 被我们的这个命所克的时候 打出来吧 四肝克命 或被命克啊 这样的时候 那么事情往往都会应验的 这也这一点啊 大家也要注意 还有一点 就是当我们的这个啊 四肝 那么 嗯 当然你要预测 如果这个啊 问年的话 如果是碎肝啊 或者是月肝啊 当你所问的这个 这个干 落空的时候 那么就要注意其中的变化啊 要注意事情很有可能会发生变化 这个啊 这个啊 大家注意一下 嗯 那么我们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这个啊 今天有人来问 嗯 我今天会发生什么事吗 我们可以与 以这个起局的日干 以预干 这个日干为用神 我们来看 那么如果说啊 如果说啊 比方这个日干 他所落的公位 带了带了这个修门啊 那么又来升服本命的话 那么可以说啊 嗯 那么他必有一些喜美啊 或者是和美的事情 那么嗯 同样啊 如果说日干啊 所落的公位带着修门 来克谢本命的话 啊 那么可以说 嗯 可以说是这个 嗯 这个喜美的这个 这样的一些事情中 出现了一些 不是那么 不是那么顺利啊 或说不是那么有利于我的事情 也有美中不足之相 那么另外啊 如果说 如果说带的是死门 如果日干 问今天有什么事吗 如果说日干啊 带着死门来生本命的话 那么大家知道 死门 他所这个代表的是一些填土 孝丧的事情啊 我们可以说 那么啊 这个死门来生我 来生这个本命 可以说 有可能会从填土 或者孝丧中得利啊 那么如果说日干 如果说日干 带着死门来克谢本命的话 那么就有可能会因为一些 孝福 或者些死伤的事情 那么会有损本人 会有一些损失损耗啊 那么其他的这些门绳啊 都是按照这样的一种方法来进行推类 这个类推就可以了 嗯 反正啊 这个你要看啊 就说如果说你问这个月如何 我们可以看月干啊 看本日如何可以看日干 就是用这种方法来来进行推演 那么还要说的另外一点啊 就是我们的三蚁啊 三蚁 三蚁分三个阶段啊 那么我们要看这个事情会出现在哪样一个阶段 那么我们知道一年啊 一年可以分为梦 梦种季 那么三蚁就可以各管四个月啊 那么同样 嗯 这个一个月又可以分为啊 上中下三巡啊 包括一天可以分成早中晚 那么我们都可以用我们的三蚁啊 来进行来进行这个来进行分管 总之啊 这个 这样我们本年本月本日本时啊 大概方法就是这个样子 那么大家就按照之前所说过的来进行推演就可以了 那么啊 我们第六点说完以后 嗯 要讲今天的啊 这样一个知识点非常重要 啊 也是很多人所关心的这个问题啊 就是如何来粘 流年流月 流日流时 啊 那么这一章呢 可以讲是 啊 非常重要的 大家可以认真听一下 刚才第六点啊 我们讲的是 啊 粘 本年本月 本日本时 啊 那么是怎样来进行 粘断的 啊 那么我们把方法也说了 啊 在这样 这个第七点 我们要讲的是 来粘 啊 流年流月 流日流时 这样两个方法 看似一样啊 但实际上完全不同 所以说 嗯 他们的取用呢 也是完全不同的 但是这个取用的原理 可以说 嗯 非常密传 啊 非常密传的 嗯 虽然说这个方法啊 很简单 那么如果等一下啊 大家听我说完 其实也就是一句话啊 点破了也就是隔了一层纸 但是如果没有人点破的话 我想大家可能不一定会想的明白啊 那么这个秘密是什么 认真看啊 也就是说 我们啊 站本月 本日 这个本年本月 本日本时的几凶 以天盘四干 为用啊 这个刚才说过了 但是啊 站我们流年 流月 等这样子的一些信息的时候 啊 站他的吉凶 要以 断甲干支为用 这个是 今天要讲的精华部分啊 为什么啊 为什么他们有这样的区别 因为我们说了 本年 本月 本日本时 那么 在啊 这个 本年本月 本日本时的 这样子的一些这个干支呢 都已经出现在我们起局的 这个 这个四柱中间 那么可以说啊 这样子的 一部分内容呢 它是 比较 嗯 比较这个显现的 因此啊 我们以 我们用这个天盘 因此我们用天盘 嗯 而我们现在所说的啊 这个流年流月啊 这个流日流时 等这样的这样的一些信息 啊 那么 因为啊 这些都是 这个过去或者未来的时间 啊 那么也就是虚拟出来的时间啊 是没有出现在 这个时空四柱里面的 因此呢 我们就要到暗处去取 啊 我们就要到暗处去取 那么啊 我们就取这个 断甲干支为用了 嗯 嗯 我们 我们比如 这个 这个例子啊 比如说我们要算明年 那么今年是新老年啊 明年就是这个 人成年 我们要看明年啊 明年的这个 嗯 这个运气如何 那如果说 问明年运气如何 啊 明年是人成年 我们首先 要知道一点啊 就说我们的这个 如何取 就是不能到天盘里面去找 啊 我们要到 我们的盾甲干支里面去找 那么首先第一步啊 将这样的步骤记住 第一步 我们先要找到这个 我们首先要找到地盘的寻手啊 那么我们知道 这个人成的寻手 是这个甲生羹 我们先找到这个甲生羹 啊 地盘寻手 甲生羹啊 然后 第二步 我们要按照 阳顺英语 这样的顺序啊 一直 从这个啊 从这个寻手 一直数到我们的这个人成 一直数到人成 那么这个 就是明年的 这就是明 这是我们要找的啊 明年流年的工位了 啊 那么其实 可以说啊 嗯 有一些学员 那个基础也许会好一点啊 那么对变干比较熟悉 那么大家如果熟悉变干的话就知道 人成 他所 带的这四个字啊 是 人成根基 人成根基 那么 之前说过了啊 在讲变干的时候说过了 那么实际上这样四个字 就说我们的人成的 寻手 是根啊 那么他顿在己之下 那么实际上啊 我们 我们要找人成的话 我们只需要 看地盘 几的这个 落宫的情况 就可以了啊 我们 我们想要就是这样简单就可以了 那么推演出来第二步之后啊 嗯 我们再来看第三步 要做的事情啊 就是 我们再来看这个 工位的呃 萌生含义啊 还有与这个本命的 深刻啊 以这样的信息来来段具体的急修获福 嗯 那么我们这样举例啊 这样子 嗯 举例是来看我们这个流年的 如何来看 同样的如果在我们的流月 流日流时啊 也按照这样的方法来进行推断 就可以了 啊 反正 这个方法就在这里啊 大家可以 大家可以这个自己啊 试一下 那么方法很简单啊 多用几次就会熟练了 嗯 其实啊 现在世面所流传的方法啊 就是说 不管 本年本月还是流年流月啊 要么就是 谁都知道的 这个啊 我们要看天盘干啊 要么就是 这个隐秘流传着的 要看这个顿甲干支 但是这些都是没有 正统传承的表现 正确的取法 就是我今天 就是今天我讲的 这样子一种方法 啊 那么 站 本年本月 与流年流月是不同的 关于这一点啊 大家在使用的时候 一定要分别清楚 这是我要说的第七点 嗯 嗯 嗯 第八点 第八点啊 我要说的啊 是奇门如镜 什么意思啊 我们奇门盘局 可以说 就跟镜子一样啊 之前我在课里面 好像也说过 奇门盘局 就好像一面镜子啊 根据所测事物的不同 那么 奇门它所显向的内容 可以说也是变化无穷的 虽然 虽然它本身是奇门 其他的什么都不是 它只是奇门 但是不管什么东西 只要放在这一面镜子面前 它都能够反映出来 当东西挪开以后 镜子里面啊 就不会留有任何的影像了 这个就叫做 物来则印 物去不留 如果说 孔孟等这样的先生 或者是帝王 这个帝王将相 那么也来照镜子 可以说镜子啊 不会因为高兴 而这个加倍的细心 如果说一些乞丐啊 或者是弃儿来照镜子 镜子也不会因为厌恶它 而复应了这个应付了事啊 这就叫做 再盛不增 再凡不减 与盛人居而不喜 与凡人居而不忧 这是我讲的第二点 另外呢 当这个假物体啊 正在照镜子的时候 镜子不会啊 又看我们的假物体啊 然后一边又惦记着这个乙物体啊 它是全心全意的在位 这个正在照镜子的假物体服务的 这一点就叫做聚集焦点 至新一处 另外要说的是啊 当我们的这个啊 当我们的这个镜子啊 面前出现红色物体的时候 啊 它本身 这个镜子本身 虽然不会变成红色的啊 但是它这个啊 呃 这个 影印出来的是红色啊 当 当这个绿色物体在它面前映照的时候 那么它映照绿色物体时 本身 不会变成绿色啊 就是说 虽然这个镜子的 本身虽然不变色 但是它却能够用来啊 来这个 来 来显现红色 来显现绿色 这个就叫做随缘不变 不变随缘 啊 那么我花这么多时间啊 为什么要来说 这个啊 奇门如镜这样的内容 我其实是想讲一个道理 就是说镜子 嗯 它能够应人应物啊 哪怕是应狗应猫 应山应水 但是本身玻璃的本质 却始终没有改变 这个就叫做体不动 而用长显 用长显而体不变 所以说我们啊 奇门如镜 奇门如镜 我们可以在间断的时候 多从镜子的原理去想一想 那么可以说 这个也是我们奇门预测的基本原理啊 奇门的显像原理 就好像镜子一样 那么如果真的能够做到这样一点啊 奇门预测也是完全可以的 嗯 那么好 我们在看完之前这样子啊 八个知识点以后 我们要来看我们的第九点啊 第九点我们要说的是一个案例示范 那么 嗯 大家先来看一下这个局啊 这局呢是今年的这个 2010年的10月7号的幼时 啊 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 给我打电话 那么说最近这段时间呢 首先是耳鸣很厉害 那么心脏也不是很舒服 每天上下班回来又要两个多小时 啊 那么开车也很堵 嗯 他是为了离公司搬得近一点的 然后刚刚搬了家 啊 但是觉得好像 啊 最近这段时间运气很差 非常衰 想要看一下 新搬的这个房子风水怎么样 也想看一下 为什么最近会这么这么倒霉啊 那么接下来这段时间的运气又会怎么样 我跟他说好 那么等我看完以后 我就将这个结果从窥窥上发给他 这个局啊 我一共是断了12条 嗯 大家可以先来看我的段语啊 那么第一条的时候 我跟他说 我说你这个本命破 这个本月破产很厉害 那么最近饮食也不规律 吃的不是很好啊 第二点 病在心包落 干气欲结 还有就是这个心胸不爽 那么有一些紧迫感 脖子也是有问题的 但是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啊 不要老是提心吊胆的 第三点跟他说的是 嗯 这个本身身体还是可以的啊 只是没有想象 这个没有他想象中那么差 只是容易感染上一些 不是很干净的啊 那些东西 那么另外就是死丧人家 一定要尽量避免 第四个啊 断的是他的这个啊 就是要看的这个房子 嗯 风水也不是很好 家里比较乱 那么也比较容易影响健康啊 那么口舌是非也会比较多 第五点 断他的是 本身财运不错 只是花的也多啊 第六点啊 农历11月份 要尽财2笔或者2笔以上 但是要小心你老公的身体 第七点 这个阴历12月份啊 那么这个尽财破财 财务循环 第八点 今年到明年啊 有动刀之项 但是没有大碍 不会很严重 啊 第九点 对他明年身体 还是会有一些病态 但明年开始呢 就会慢慢好转 不用太担心了 啊 第十点 11年 那么他可能就是会 硬邀参加一些葬礼 扫墓等这样的死葬的事 但千万不要去啊 这样子对他不好 第十一点 明年啊 在工作上面 不会呃 这个不会特别好啊 那么做什么都 都这个 不是很顺啊 无门 第十二点啊 你父亲的运气不好 小心身体 时间啊 在这个农历 十一 十二月份前后 这也是我当时的断语 嗯 好 那么 呃 至于怎么断的啊 等一下来说 先来看一下 他这每一条的反馈啊 第一条 这样标红啊 第一条说 本月的这个 哦 破财很厉害 啊 因为这个 呃 当时 呃 当时断了这个局之后啊 然后一直到现在差不多一年过去了 啊 在这一年当中 他就是逐渐逐渐的给了我一些反馈 那么只要事情应验了 他都是立马就会打电话告诉我啊 然后说这个应验了 然后问我还要怎么办 那么验证下来 基本上这十二条啊 都是完全正确的 那么大家可以这个好好看一下 那么就是他本身的状况啊 以及财运状态的 跟我所断的基本上 呃 可以说是完全一致啊 其他的各条断语也是一一应验的 啊 我们先来看他的这个逐条反馈 第一条啊 这个他是又原来找我断的 我断他说这个啊 本月破财厉害 最近饮食也不规律 吃的不太好 反馈说 确实啊 因为这个搬了 搬到这个新家没多久 那么 嗯 破财是 破财是 是这个比较 显而易见的 啊 因为他 这个房租要四千五百元 一个月 那么一下子交了半年的 再加上押金啊 那么一下子出去了好几万 那么另外也是因为搬新家 啊 那么很多厨房的东西 因为没有时间去添置 所以也就一直啊 保一顿 饿一顿的这样过着 第二点 我断他啊 病在心包落 甘其欲结 心胸不爽 啊 也有这个紧迫感 那么脖子也有问题啊 但是没有什么大问题 不要老是提心调胆啊 那么这个其实也没什么可讲的 因为 这个 这个 嗯 求策者是我蛮好的一个朋友 我也知道 他一直在 嗯 很纠结 就是自己 嗯 这个甲状腺有结解啊 他一直会很担心说 这个自己 会不会这个 会是恶性的 还是怎么样 他是非常纠结于这点的 那么 这个 基本上断出来 我觉得病因啊 应该是在这样几条 第三点断他 啊 本身身体可以 只是说 啊 容易 沾染上一些不太干净的东西啊 死丧人家少去 那么 嗯 这个事实上啊 我这朋友确实也是这个样子 啊 就是说 嗯 他 可以说之前的几年啊 一直 一直就是 一直非常就接于自己的身体 啊 总觉得自己好像生了非常严重的疾病啊 其实 也没有他想象的这么差的 啊 第四点 那么 跟他说 这房子 啊 风水 不是特别好啊 那么也比较乱 容易影响健康 口舌失分也会比较多 那么这个后来反馈啊 确实如此 搬到这个家之后 跟他老公 口舌 就 这个口舌争吵不断 第五点 啊 本身财运不错 只是花的也多啊 反馈确实如此啊 杨丽的这个8月9 9月份左右 啊 那么 9月到10月份 就差不多这个 上一个月和丑测的这一个月 啊 他出国旅行了好几次 那么也买了很多的名牌啊 总共大概花了20多万 这个是关于他 啊 这个财运方面的 然后第六点啊 跟他说 农历的11月份 你要尽财两笔 或者两笔以上 但是啊 要小心老公的身体 财运 可以说是对的 啊 因为这个正好是过年以前 过年以前 那么这个有几笔奖金啊 那么到手了 也是数目比较大的 啊 只是他当时看到我这条断语的时候 跟我说 他老公的身体应该不会出什么 这个 就 就因为他老公好几年都没有 就是连小感冒都没有过啊 那么我跟他说 到时候 这个 再看吧 啊 到了 到了差不多年前的时候 也是给我打电话啊 说他 一直到远行出差回来 啊 他老公 嗯 这个重感冒 重感冒了一次 书页很久都没有好啊 一直到他 嗯 这个出了一趟很远的门啊 回来 很久以后回来 他老公才慢慢好起来 第七条 啊 是 断他12月份 要进财 要破财啊 财务循环 那么这个 嗯 确实啊 确实也是这样的啊 破财也很厉害 他后来反馈说 进财也多啊 破财确实也厉害 那么第八点 对他啊 可能有动刀之下 其实一直到今年啊 就是2011年年初的时候 新卯月啊 他做了手术 那么就是切除了这个 甲状腺结结 虽然他一直担心很久啊 一直担心说 这个 这个结结会是良性的 还是恶性的啊 但是实际上 手术还是一切顺利的 手术的结果也是良性结结 可以说是 还是比较满意的 第九点 断他这个明年 实际上就是今年2011年啊 断他身体还会有病态 那么 但是开始会慢慢好转 嗯 一直到 其实一直到 今年年初啊 就是之前所说的 他的那个甲状腺结结 切除之后啊 他的觉得他的心态 首先是真的 今年心态非常好 啊 不再纠结了啊 总觉得好像自己身体 有很多很严重的毛病一样 这一点好了很多啊 但是 只是说啊 因为这个手术 手术之后 那么 因为手术造成的这个 这个喉咙 嘶牙 大概持续了一到两个月 啊 那个时候 他也非常担心啊 怕自己的声音再也回不来了 但是后来还是 完全恢复了 第十点啊 第十点啊 第十点断他 断他今年 会受邀去参加一些 这个跟死丧相关的事情 因为之前说了 他的这个体制 我觉得还是 要要尽量去避免这些事情 对他不那么有利 那么 这一条啊 一直到今年年中 2011年年中的时候 他有一天给我来电 说 说我就是去年给他断了 基本上都一一应验了啊 包括死丧的事情 因为他有一个亲戚 是这个中央电视台 一个非常著名的主持人 去世之后 一直都没有入葬 一直拖到今年才入葬的 那么也是 因为是这个 是他的亲戚啊 所以说 家里人还是邀请他 去参加下这个落葬仪式 但是他一直说 想着我去年给他的 这个 就是这样 刷一条断语啊 他一直很纠结 觉得到底是 要去还是不该去 但是最后 他还是决定不去参加了 让他老公去参加了 第十一条 第十一条 那么我断他 这个工作方面啊 可能今年就是二零一年啊 不会特别顺利 就在前不久 大概是前 差不多一两个月啊 我出差 出差这个到他 到他所住的城市 跟他小聚了一下 那么他就跟我诉苦 说真的是准呀 说去年 虽然身体不太给力 但是工作都一直很受老板器重的 那么另外呢 财运也都一直还是很好的 今年就觉得工作一点都不顺利啊 那么也被 还被换了一个部门 然后 这个另外就是在工作方面啊 居然整整一年都没有签一笔单子 就是自己压力非常大 总觉得 不知道怎么样 去跟这个 每天怎么样面对自己的老板 第十二条啊 我断他父亲运气不好 那么要小心身体 时间大概就是在农历的十二月份前后 关于这条 他当时看了段宇之后啊 也是跟我讲 绝对不可能会算对的这一条 说他父亲真的身体很好 而且每一年啊 年年都会去参加冬勇 我当时也只是 只是笑笑 然后我跟他说 我就只是看局说话而已啊 防着防着点吧 我觉得防着总是没错的嘛 一直到 去年啊 这个年前就是 这个2011年的 这个新年的前几个月啊 大概十二月份左右 十二月份后 十二月份后 然后 这个他有一天给我打电话 专门来反馈他父亲的事情 他说他父亲 不知道是为什么 也许是因为冬勇的关系吧 说全身关节有一天 突然就全身都动不了了 连厕所都一个人上不了了 但是后来就是经过治疗啊 还是没什么大碍 慢慢的也康复了 这个是这十二条的段宇啊 以及刚才讲的是 这十二条的反馈 那么好 至于这样十二条 是怎么样出来的啊 现在一条一条推延给各位看一下 首先 好 我们首先来看啊 第一条啊 我说 本月破财 本月破财很厉害啊 而且饮食不规律 吃的也不是很好 我们首先来看 食肝椅 落在了我们的这个 好 食肝椅落在我们的这个 更宫啊 那么我们首先看到了这个椅啊 又是食肝 它又是月又是这个月剑啊 那么椅呢 又为兄弟 我们看这样的一个宫中啊 带的是玄武的这样的一个绳啊 这个九绳 带的是玄武 那么又受本命新的克制啊 所以我说破财还是难免的啊 另外 这样子一个宫中 看锦蒙 锦蒙为饮食啊 以家鬼的这样的格局为以事格 那么以事格啊 大家知道 那么是需要他人这个 他人帮助的这样一个格局啊 那么鬼呢 这个鬼水在这里 这个不忘啊 也为 也为这个无事可疑 那么也是啊 又被我们的这个本命啊 又被他的本命所克制 所以说饮食方面 没有什么角落 往来讲这个 女明星 所以说这个他的 他的这个啊 饮食方面 说他没有什么角落 实际上反馈确实也是这个样子 那么第二点啊 说他的 说他的这个 第二点说他的这个病在心包落啊 然后甘其欲结心胸不爽 但是呢 就有有这个压迫感啊 但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 那么这条怎么来断 我们首先来看啊 这个天瑞 天瑞呢 为天蚁 带的是观鬼 带的是观鬼 跟落在中宫 那么也有心 腹的意思啊 有心腹的意思 另外 乙呢 也有这个啊 这个为肝 这个肝掌的肝啊 也有这个颈部的意思 那么乙羹啊 在这边缝了合格 缝合格乙羹呢 也有这个包落啊 也有欲结的意思 本命心啊 本命心 在我们的逊四宫 在我们的逊四宫 首先本命心是做鬼啊 落在我们的逊四宫啊 这个 嗯 逢到我们的这个心物 知破格 然后又是空王呢 啊 带的是藤蛇 带的是藤蛇 那么我们看啊 对面 罩着是金门 对面罩着金门 也有担心受怕 提心吊胆的意思啊 那么这条段语就是这样来的 第三点啊 说他本身身体实际上还是可以的 没有他想象当中那么差啊 只是确实容易沾染上一些 不是那么啊 这个不太干净的东西啊 那些东西 那么死丧人家还是要少去 啊 那么我们还是要来看 我们的这个 好 我们的这个啊 本命 本命心呢 啊 是 这个 在这里啊 是这个当令 为万空 为万空 新家务呢 也有霍夫格啊 但是 做鬼 又带藤蛇啊 因此啊 就是断出了第三点 觉得 还是比较容易沾染上那些 那些啊 那些信息 第四点说 你这个房子啊 不是很好 那么家里会比较乱 啊 然后会比较容易 这个影响健康 以及这个 施非口舌 这样的事情 我们来看 之前说过啊 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这个风水 怎么样啊 住宅 我们可以看太乙 那么丁家心呢 为外乱格 啊 白虎 天柱 那么也有这个啊 这个疾病口舌的事情 那么心呢 之前啊 大家看到的啊 这个心是空王的 那么 心空王呢 证明这些东西影响啊 对它影响也不会太大 那么 另外一点啊 就是这个太乙啊 太乙是在官位的啊 太乙在官位 与本命 相生同属 空 这个空王呢 也有这个 见生不生 有这样的意思 那么对他 实际上对他的运气呢 还是 还是会有一些影响的啊 那么再来看 我们的这个太乙 太乙跟这个本命 同属 那么 但是呢 本命空王 也有这个 这房子 不是他自己的房子的 也有这样的意思 第五条 本身财运不错 只是花的也多 那么我们来看 本命做鬼 本命做鬼啊 那么 落在我们的这个 逊四宫啊 灵财寿生 灵财寿生 那么财呢 财呢 就落在我们的这个 落在我们的这样子啊 这个官照两宫啊 官在我们的这个七宫啊 照在我们的六宫 那么财运啊 财落在这样子两个宫 望 克本命 那么说明他实际上财运还是比较不错的啊 但是啊 这样子的一些信息呢 他都是不入三宜的 那么所以说啊 也有这个 缘分不是很深啊 过手之财 这是断他的这个 断他的这个啊 第五点 那么第六点 我们再来看啊 说他农历十一月份啊 尽才两笔或者两笔以上 但是要一定要小心他老公的身体啊 为什么那么断 我们首先要看啊 这一 嗯 这个 啊 刘月 刘月为物子月啊 刘月为物子月 那么在我们的这个啊 在对宫 为官 为官 然后生蒙啊 生蒙本身就是财啊 财又带财 生蒙又带了物财来克本命啊 那么说财运还是不错的 但是呢 跟鬼 啊 跟为鬼 为他老公啊 这个为官为老公的意思 那么落在中宫 带的是天瑞 那么刘月呢 是物子啊 刘月是物子 那么物子在对宫 非常旺啊 这个旺谢中午宫 所以说他老公啊 这个到了物子月 还是要小心记得身体 那么再来看 这个第七条 十二月份啊 尽财又破财 财务循环 那么我们来看 这个十二月份的 这个刘月啊 为己丑月 那么刘月己丑啊 照在 本落在我们的前宫为照啊 己 刚才说了啊 己是财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位置呢 己财大计是入墓的 财入墓 那么也有这个 嗯 就是财 财 就是落入手中啊 有入手的意思 但是啊 这个 宫中的丑 与这个 与这个下面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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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着的这个须啊 丑须是相形的 那么这个墓就被冲开了 墓 墓就被刑开了 所以说到手的钱 还是又要出去啊 那么再来看 新门 小反营啊 也有这个 来去循环之相 这是段的第七点啊 第八点说 今年到明年啊 有动刀之相 但是没有大碍 不会太严重 那么这一条 大家来看 太岁 庚金 太岁 庚金 那么 带着是天锐啊 带着天锐 做鬼 零 开门 那么这个 可以说 今年在健康方面啊 跟 之前说过了啊 更为这个 更为这个年干啊 那么在健康方面 确实是比较明显的 一件事情啊 来看 本命又做鬼啊 本命又来做鬼 然后金轨啊 又带着开门 那么像这样的情况呢 恐怕啊 一般都是会有这样流血啊 这个 血光流血的事情 那么这个 所成的天锐啊 又成了天锐 另外呢啊 因为我也知道 它本身确实有 杂妆腺结节啊 那么非常有 这个手术的可能 嗯 另外呢 我们来看 这个啊 这个根营年的 第二年是新卯年啊 新卯年 嗯 新卯年的这个流年啊 与她的本命是同工的 也是同样的道理啊 嗯 第九点啊 断她明年还是会有些病态的啊 但是明年开始就会慢慢的好转 这样怎样来一段啊 新卯年说了啊 是2011年的这个流年 那么 若在逊四宫啊 本命做鬼 大的又是腾蛇啊 灵的又是中五门 但是要注意啊 逢在这边逢空洞了 所以说啊 就是这样段 第十条 那么2011年呢 会受邀去参去参加一些 这个葬礼 扫墨啊 这样的死丧的事情啊 我跟她说千万不要去啊 对她非常不好 那么还是啊 还是这样子看 新 这个流年新卯 跟本命是同工的啊 再来看太乙 死蒙 太乙 死蒙 白虎啊 这样子一些 这个比较凶的信息 跟她的这个本命 新是属于同属的啊 是属于同属的 那么在外盘 在外盘啊 然后又是空亡 虚的啊 然后又是 这个又是前官位 嗯 可以说 这个 嗯 不会是自己的至亲有难 但是呢 啊 也是 就毕竟是跟自己的年命相关 啊 总会出现这样的事情 只是说 啊 她空亡了 又来生本命 啊 所以说 不要去啊 可以避免 第十一条啊 段她明年在工作方面不会很好 那么做什么都会有这个 啊 这个 无门 凡事不通 那么依然来看这个工啊 新卯年 新卯流年与这个命工同工啊 中午无门 凡事不通 实际上反馈 也是这个样子 啊 第十二条 她父亲的运气不好 那么到了这个 啊 十二 这个农历十二月份前后啊 身体也是一定要注意的 这样子的工啊 这个这样子的局 我们看到的这个鬼水啊 鬼水师父母 鬼水师父母 落在的我们的这个 昆尔宫 落在昆尔宫啊 那么这个有这个 在这里受制 出现在地乙啊 出现在地乙上 那么再看 与石干 与石干这个乙啊 是属于这个 是属于暗冲的啊 那么物质 己丑啊 这个 呃 这样子两个流月呢 是财心望向的啊 来克制鬼水 但是呢 工尾呢 又被耗泄啊 所以说在这样两个月 一定要注意 他这个父亲的身体 啊 那么 因为 这个局啊 嗯 之前说了 是我很好的一朋友 我知道他的母亲 已经不在了 啊 因此说 这个啊 父母不利 应该会应在 他父亲的身上 嗯 那么这样一个局啊 大致的这样子一个 一个 断局的思路 啊 还有 这个之前所说的 这样几种断法 啊 这样子 今天讲的这样子几点啊 大家一定要花点时间 去把它 嗯 这个 这个理一下 思路 然后啊 然后这个 然后自己好好归结一下 总结一下 那么这个对自己 大家将来的 断局啊 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那么好 今天我们的 这个 奇门总断心法上啊 就讲到这里 在接下来的 嗯 这个下一节课程啊 我们将会说 奇门总断心法 心法下 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